一个人能不能深焦,看脸就知道,一眼识破。生活中,有心眼的人通常会将自己的内心隐藏得很好,很少让别人看穿,然而,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往往会在他们的脸上不经意间流露出来,有心眼的人通常会展现出虚伪的笑容,隐藏着狡猾眼神,以及嘴里虚虚实实的话语,这些都反映出他们的别有用心。 观察一个人,一个人能不能深焦,最直接的就是看脸,一眼识破。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特别能人狠人不可教。 在三国演义当中,有一个人才华一般,能力也并不突出,但他就是笑到了最后,熬死了所有比自己厉害的强者,此人就是司马懿。 对于司马懿,我们可以用三种动物来形容,能力不够的时候,他学缩头乌龟,特别能人,所以他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。 察言观色的时候,他就学老鹰,目光锐利,一眼就能看穿人心,碰到机会的时候,他就学恶狼,不讲信用,阴狠狡诈,直接一见封喉,后世之人评价他有鹰是狼固之相,就是说他眼如鹰,足够敏锐,心如狼,足够狠了。 再加上特别能忍的缩头乌龟策略,所以他就笑到最后了,我们可以借鉴司马懿的为人处事之法,但是,我们不能跟特别能忍的狠人往来。 这些人,心思太过于复杂,不是很好的交往对象,哪怕你是上司,也要警惕这些隐忍且狠辣的下属,小心被雀巢纠占,喜怒无常不可教。 众所周知,人的一生需要拥有多种素质,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稳定,只有情绪稳定,生活才有盼头,可如今有太多人变得敏感,就如同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,不仅伤人,也会害己。 记得看过这样一条新闻,加拿大多伦多有位父亲,也为工作不顺心,情绪失控,竟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,可在此之前,他并非不爱自己的孩子,经常会带孩子出去玩,父子间的感情十分融洽,但失控的情绪让他伤了最爱的人,也毁了原本幸福的家。 所以,我劝你远离情绪不稳定的人,他的存在会颠覆你对未来一切美好的期待,常待怨气之人不可教,一些人,就像祥林嫂,凡事都不满意,抱怨个不停,他人被提拔了,他觉得不公平,认为自己很辛苦。 领导却没看见,他人提出了好的意见和建议,他觉得不公平,认为这纯属运气,他人被表扬了,他觉得不公平,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做的,他只是在抢功劳,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怨气,张口闭口都是各种不满意,觉得工作太累,工资太少,机会不多,这样的人,他们总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都将过错归于他人,他们永远看不到他人在背后付出的努力,更看不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,因此,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,也不会进步,除了抱怨,他们什么都不会做,人的情绪是能传染的,没有人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盛气灵人不可教,有闲人说过,小成者,多傲气灵人,不可一世,不知尽头已至已,大成者,多谦卑一世。 有度,自知有明,前路仍旧平稳顺畅,一些小有成就的人,多半会傲气灵人,狂妄到了极致,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所以前路会变得无限崎岖,而一些有大成就的人,为人处事特别谦卑,永远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,有这般自知之明的人,前途绝对平稳顺畅。 我们在外面跟别人相处,也该找一些对自己有益的潜力股,狂妄者,不是潜力股,唯有谦卑的君子,会给人一种茶香肆意的淡然之感。 现实当中,如果你身边有个人,总是盛起灵人,那你也要远离,这种人呢,要么是家事非常猛,得罪不起,要么就是情绪管理混乱,脾气很盛的人,无论是哪一种,都没必要打交道,对你来说,是个存在风险的人,就好像《甄嬛传》里的华飞一样, 因为家事太好,所以做事情很傲慢,连谁都不放在眼里,而现实里,还有的人盛起灵人,是因为他自己脾气不行,控制不住,我们跟他们来往,也难免被波及。 所谓君子之交代如水,小人之交干弱力,君子谦卑,是因为他们知道天地的广阔,小人骄傲,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宇宙的无限,所以说,为了自己着想,少跟不可一世的人往来,否则,自身的狂妄之气和暴力之气,也将与日俱增,不是好事,不苟言笑之人不可教,平静的人都是很厉害的角色,这又分为两个极端,一是十分冷静镇定, 胸中有秋鹤有格局,对于小打小闹并不会在意,而是泰然处之,二是十分沉得住气,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很强,不是不在意对方的冒犯,而是选择折服待机,制定相应的方案与计划找回损失,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,这类人往往是不好惹的那一类,他们的平静和理智都用在了抱负上,城府很深的人,是难以与之深交的,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, 对方是否接受了你,是否对你心怀怨恨等等,这类人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,但是人体是有待考究的,他们的事业都是算计来的,更多的是精于人情事故,眼神犹豫不定不可教,太多人表面和气,眼神却透露出疏离甚至暗藏算计,让人心生不安,我有个熟人,平时对人总是冷冷的, 一副挑剔的姿态,总爱用打亮的眼神上下扫视别人,与他聊天,总觉得那目光像是打探敌情,让人不舒服,起初大家以为他只是爱观察,可接触久了才发现,他本性却是爱立永和算计别人,借着亲近的幌子四处挖人隐私,然后被地里点评,甚至搬弄是非,这样的眼神,早已将他的本性暴露无疑,眼神是无法伪装的, 那双眼睛会告诉你,他是善意还是恶意,是单纯还是心机深沉,一个人的过往,他经历过的风雨,或许也会在他眼中显现,有的眼神透着温柔包容,有的则藏着冷漠和虚伪,别小看这双眼睛,里面往往藏着真心实意,也可能隐藏着狼子野心,所以说,看人要细心,不光听他嘴上说了什么,更要看看他的眼神,一脸轻浮不可教,无论男人女人, 一旦有了轻浮之相,就会让人怠慢和瞧不起,轻浮之人,往往喜欢挤眉弄眼,搔手弄姿,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性魅力,在与异性相处过程中,他们往往缺乏基本的礼貌和边界感,开玩笑,常常让人觉得面红耳赤,浮想连篇,就算是说话,也给人一种搅柔造作,惺惺作态的印象,轻浮的人,在穿着打扮上,常常不走寻常路, 可能大大露骨,即便穿着精致讲究,眉眼间,也常出现挑逗之态,这样的人,之所以被人鄙视,原因在于,他们往往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真本事,就只有靠着性别红利走捷径,去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,既不光明磊落,也难以让人信服,遇到这种面相的人,尽量不要靠近,也为常在河边走,容易失邪,不与他们为伍,你才能拥有干净的圈子, 认真的生活,眼神冷漠不可教,卡奈基说过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爱,怒,忧伤,欢乐和其他各种情感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情感,态度和精神状态, 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明亮而且自信,那么他通常是一个自信,乐观,有追求的人,相反,如果一个人的眼神黯淡无光,那么他可能是一个失落,绝望,消极的人,判断一个人心眼好不好,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了, 一个人的眼神冷漠,狠毒,可能表明他们自私,阴险,心机重,心眼不好的人,眼里藏着算计,藏着对别人的嫉妒,与之相处时,便会发现,心眼不好的人,时常让人觉得眼神如真,让人难以亲近,眼神温柔,柔和的人, 往往是一种有品质的人,反之,眼神冷漠,刻薄的人,常常会让人静而远之,散播谣言之人不可教, 庄子,道直中说道,摇唇骨舌,善生是非,人,喜欢交流很正常,但是一旦把交流当成传播是非的途径,人就会变得心术不正,故意挑拨离间, 见不得别人的好,一个人喜欢散播谣言,必定不是什么好人,因为总想挑起事端, 惹是生非,多行不义,必自闭,这种人会自食其果,正所谓,种什么阴收什么果,面容争宁不可教, 遇到这种人赶紧跑,他们的心一定非常坏,就算一个人长得五大三粗,但内心善良, 他的五官在凶猛中也会透着一股和气,而不是争宁感,有一次出门, 我和妈妈被一个形色匆匆的男子撞倒,男子反倒怪我们不长眼,我想要上前理论,我妈妈拉住了我, 事后我很生气问为什么,我妈妈说,那个人的五官猙獰,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人, 何必和这种人扯上关系,一个人五官尽是凶狠,说话嚣张,目中无人, 他绝对不是暂时的脾气不好,而是长期暴力,所以才让面相不好的, 这种人你惹不起,惹上了会沾一身麻烦,得不偿失,嘴甜之人要警惕, 有很多时候,一个人的嘴巴很甜很甜,你不要以为他就是个好人, 其实他的嘴巴之所以很甜,就是因为他很会交际,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子的例子, 你别看他的嘴巴真的很甜很甜,常常能够把你夸得不之所以, 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相信他了,并且以为这个时候你真的交到了一个好友, 那你就错了,往往你以为他的真心,只不过是他的逢场作戏, 他只是表面上应付你而已,实际上他的心理心眼好不好, 你并不知道,所以你第一时间遇到了这个人,他第一时间就跟你套近乎, 而且他跟你说的全部都是好话,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, 千万不要傻傻的交出自己的真心,因为这样子反而会让自己受到伤害, 学会识人,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智慧,我们不能选择所有遇见的人, 但我们可以选择与谁深交,人生短暂, 别让不值得的人占据你宝贵的时间,识人是一门学问,更是一种能力。